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一周航母网友们关注的6个消息 韩国麦当劳现状 10月27号,韩国麦当劳透过官网表示 因为突然的含流,高丽菜的工序不安 高丽菜会比平常少或者是难以提供 因此如果购买包含高丽菜的产品 会提供可在店内使用的饮料券 这是汉堡还是马卡龙? 没有材料就必要卖啊 如果肉涨价的话,是不是连肉都不会放? 不喝咖啡的人要怎么办呢? Kimsono黑粉被打脸 前几天,一家媒体引用了 Kimsono工作人员的话 报道了Kimsono平时在现场常常发脾气 搞砸现场气氛的内容 并表示,有一次在拍吃饭片段的时候 因为在菜里出现了衣物 表情就变得很僵硬 之后就非常冷淡地对待了工作人员 但是昨天,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上传了 Kimsono的吃饭片段后 正面打脸了那位工作人员 然后目前,除了口罩品牌重新上架 Kimsono的代言影片之外 Canon Korea,食品公司Food Bucket 也都重新上架了Kimsono的广告 甚至目前为止 也没有任何厂商向Kimsono索取赔偿 而昨天更是被网友们查出 太好了,辛苦才走红的 希望能更红更成功 感觉反而会比之前更红 竟然会有这种事,猴神奇 我是不会使用重新上架广告的产品 演员们应该也就只是没退追而已 让粉丝们惊讶地 Kimsono原本的声音 Kimsono原本的声音跟资本主义声音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瘋了,我一直觉得 Kimsono唯一的缺点是很细的声音 拜托,请用自己的声音吧 Kimsono就是Kimsono,没有不足的地方 他怎么连声音都这么好听 真的过得好自私 其实我的声音 我竟然给你的演员耍大牌 出演,我竟然给你的演员过去耍大牌的影片 重新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在我之前给你饰演VIP的美国演员 Jeffrey Giuliano 之前在泰国的一家超市插队后 对抗议的泰国市民说了 我是美国人,我要做我想做的事 我们是世界的王 用那个相机是不能吓唬我的 我是演员 当时在现场的泰国市民表示 Jeffrey Giuliano的太太很亲切 好像因为丈夫的行为而感到很丢脸 原来是真的带VIP来了,可可 原来这不是演戏,是真的生活啊 没想到竟然是好莱坞演员 女爱豆宣布结婚 以巴巴巴一首歌 红遍整个韩国大街小巷的女团 Crayon Pa 10月29号 成员Chua在IG公布了 将要在10月25号圣诞节 举行婚礼的消息 恭喜恭喜 哇恭喜恭喜 哇恭喜恭喜要幸福 收到IU支援的未婚母留言 IU等于捐款 这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了 而最近收到IU支援的未婚母亲们的留言 获得了很多网友们的好评 谢谢冰箱 IU洗衣机安装完成了 IU出世机真的很谢谢 收到了IU冰箱 现在的冰箱是15年前 自己住的时候使用的冰箱 最近一直出问题 导致我跟两个孩子都得了长眼 正在网上看有没有便宜的二手货的时候 刚好看到支援未婚母家电的贴文 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新报名的 真的太感动了 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太感谢了 我们家有四个人 因为孩子很多 所以衣服亮眼很多 真的很谢谢IU支援这么好的家电给我们 也谢谢慈善机构的所有人 我会好好使用这个烘干机来养孩子们的 IU真的是太帅了 就算再有钱也很难这样的 IU真的很棒 对他一点都不会感到嫉妒 只让人觉得很尊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IU不是捐钱 而是以物品来捐款 所以觉得做的真的很好 因为钱可能会中途被使用在别的地方 真的非常谢谢IU 希望IU能更成功 在全世界更成功 还有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地方是 不知道看IUYouTube频道的人有没有发现到 IU的影片结尾的时候 都会有寻找失踪儿童的广告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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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